大家好啊 我是二哥赵医生 这个周末去了一趟外地啊 河南图阳 一个老朋友在那儿 认识很多年了 从开始跑步之前几年就认识 一直经常请教他有关健身的问题 开始跑步以后就更需要他的指点 所以去年来过一趟 今年找了一个周末 这个暑期找了一个周末又跑过来了一趟 当面请教一下关于一些健身的细节问题 力量训练的一些细节问题 住的这个宾馆旁边呢 有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体育场啊 他们本地叫登月体育场啊 是从导航上找不着这个名字 后来一问他们 一问我们这个朋友啊 杨教练 说这个官方名称是中原油田的职工体育场啊 一查呢 离住的地方还真是非常近啊 所以这个大早起来以后就跑过去了啊 很近 一公里多一点吧 现在这个三福天啊 在室外能跑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早晨了 这个大清早 出门的时候不到六点 天已经很亮了 然后 这一天的云层比较厚啊 还可以 这时候的气温马马虎虎吧 25 6度的样子 还是比较清凉的啊 拿着一个大江的一个pocket2啊 这去年买的就从来没怎么正经用过啊 今年正好有个机会出来啊 就拿出来试一试啊 不太会用啊 这个镜头跑的时候 跑起来的时候 这镜头总是很偏上啊 这个看不到地面不太会使 这个天呢 早晨还行 到了中午 我来个去 跟北京一样啊 一出门感觉跟掉锅了一样 热气腾腾 马上都熟了 周末来待了周六 然后 周日的 中午啊 今天中午 现在中午就回了北京 跑到一个小路啊 这小路绕过去右转以后 就到了这个他们说的这个登月体育场之前在网上看 我去一个地方有去外地去一个地方就习惯先找一找啊 本地的长跑爱好者们经常喜欢去跑的这个场所啊 有的是公园 有的是体育场或者是湖边啊 这个出去的时候养成习惯去年的时候去西安沿着这个长城啊不是不是长城的城墙啊 跑了一圈还是比较舒服的大江的这个相机稳定性还可以啊 可能我调的设置 可能我调的设置 没对吧 今天有个机会出来以后想着哎试试看吧 这基本就到了啊就这么几分钟 就到这个登月体育场了今天这个云层还是不错的对 中原油田职工体育中心啊 它有一个体育场 然后四周好像还有一些呃 室内的一些体育设施吧 早晨人非常多啊 这体育场环境还是不错的免费对外开放啊 周围的这个居民很多都在这儿 然后还有些呃 学校的中学和小学的学生可能是暑期有的这种夏令营还是或者是这种 体育班或者是兴趣班之类的在这儿在这儿办 我来的这个点呢刚六点不到啊已经人非常多了 据说好多学生还没来呢 这天正好是我们一时跑团的也是一次集训日啊 本来是应该参加一时跑团啊 因为这个外出的事在一时跑团请假了啊 当天的一时跑团第七次的这个集训课 有一个课表啊 就在操场上按这个课表跑了 跑了12公里啊 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本地的这个大老级的这个 就画面中间这个小伙子啊 光着膀子戴一个白色的遮阳帽 跑字非常好看那小伙子 跑到快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到七点了 这个时候云层就慢慢的少了 这个艳阳高照啊 七点多太阳就已经很大了 想着小时候在新疆的时候七点 这个时候太阳可能还没有完全正式的出来 有时差的问题吗 呃团部啊 白天去找我这个好哥们啊 杨鼎浩教练 做一些这个学习一些力量的训练啊 看正好看他的这个教练课啊 在旁边啊 看怎么指点别人 然后自己也去上去比划比划 这个长跑的力量要求也是很高的啊 力量不足的话 长跑也很难出 忙忙碌碌的一个周末啊 就这样过去了 在那个体育场周六和周日的早晨 都跑了几圈啊 感觉还是不错的 白天全窝的健身房啊 做力量训练 今天中午啊 吃了一顿饭 跟杨教练啊 一一惜别 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沿途卧野千里啊 真是好地方 争取明年啊 有机会再来一趟 正好地方 台湾 都曾经认为 欢迎帅 有机会 面 Ma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